古早味的豆浆豆花 搭配现做现卖的Petango 就像歌词里唱的那句一样 豆浆离不开眼睛 这豆浆很原汁原味 两百多年前 拉马四世泰王 划出一个离眉南河不远的商业区 叫三聘 方便华人在这里安居乐业 建设家园 长达两公里的三聘批发街中段 有一栋颇有气派的西式大楼 大楼底层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金铺 而金铺的主人 正是在曼谷唐人街里 隐藏版的黄金大王 和很多人一样 我喜欢曼谷的随性和一些慵懒 尤其喜欢唐人街 拥挤的街道 不经意的转角 都很有生命力 穿梭在小巷之中 朝着话 华语 泰语 英语 互相交融 漫游在唐人街 随意探访的庙宇 美食小店 新旧焦急的商铺 华人移民的脉络 绵密不绝 都让我有种 似从相识的感觉 早晨的曼谷唐人街 在零散的车流 和搬货工人的劳作中 逐渐苏醒 和车水马龙人潮 几个水泄不通的热闹夜晚相比 截然不同 和其他华人生活的城市一样 一份豆浆油条的搭配 便开启了在唐人街早晨的日常 古早味的豆浆豆花 搭配现做现卖的 Petango 就像歌词里唱的那句一样 豆浆离不开油条 这个是甜的 甜的 这个不甜的 这个是不甜的 这个叫包子 然后这个呢 油条 如果翻等太语的话 来来来 试试看 这豆浆很原汁原味 它没有加糖 要自己加糖 这个糖跟这个糖有什么不一样 干燥 这个是干燥 对 比较香 然后这个是 香 香 豆浆油条的组合 不只是流传在唐人街 更是在历史的前进中 随着早期华人南下的脚步 延伸到泰国的各个角落 早已成为泰国人的生活日常 接下来 阿福带领我们走进 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批发市场 一探唐人街 华人做生意的市井百态 除了两条通车的大马路 要华丽路和石龙军路 还有一条历史更加悠久的大街 叫三聘路 两百多年前 拉马一世泰王滑出一个 离梅南河不远的商业区 叫三聘 方便华人在这里安居乐业 建设家园 刚来到泰国的华人 都会到这里投靠亲友 找工作 各种贸易便从这里开始了 如今 三聘街已成为泰国最大的批发市场 很多新买一代的朋友都会来这里进货 他们这边的东西都是批发 如果你是零售的话 一个两个就比较贵一点点 如果你是买四个六个以上就比较便宜 对不对 他们最少如果这间店最少卖十二个 最少一打 十二个以上 然后每个的单价就便宜 但这个如果是单买的话 一个是五十块 如果是你买一箱一箱的 一箱要多少个 十二个 十二个 十二个以上的话 一个就是四十块 这个批发家的意思 这个color也是不错 这个color也不错 三百三百五 虽然在同一条街 但泰国华人和国外来的华人 逛的部分和方式就有所不同 哇 好多人哦 你看 其实我们新马也有很多朋友来这边进货 以前这一堆就是很少有人来 店的话也是很少 因为大姐都是几乎在那个前面那边 而现在的话都是搬到后面这边就比较多 但是我个人爱逛的话也是爱逛这个后面 因为人不会那么多 还有你要杀戒你可以杀很多啊 你有时间跟那个老板谈的啦 ok 对啊 他说啊 很帅哦 很帅哦 我的摄影师不觉得他很帅哦 他很帅啊 他很帅 他很喜欢他 哎呀 口味 刚刚阿富笑得很开心 口味啊 他说的口味啊 为了阿晋的幸福 为了阿晋你的幸福啊 好 你要去转吗 你要去他旁边吗 我帮你帮 对啊 对啊 要认识一下岳父吗 哈哈 爸爸 哎呀 哈哈哈哈 啊 岳父其实也不错啊 他儿子更帅 来来来来来 幸福的味道啊 来啊来啊 哈哈哈 哇这边帅 哇 哈哈哈哈 完全都没有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叫做特别帅 不是香还是什么 来什么 一定要来吃 这边 阿福独家介绍 一家必吃的路边摊 太食物打 和新马一带的吃法 非常不一样 他最特别的话 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 那个鱼露酱 因为那个辣椒 那些都是很特别 你看他这么努力 他接人要养很多人 嗯 平常的那个 特别的辣椒酱 好吃 早年大多在泰国的华人 每个月都会将赚到的钱 寄一半回家 剩下的除了应付日常开销 就尽可能地存起来 待归乡之日亲自带回家 由于大量现金不方便携带 保值的黄金就成了更好的选择 唐人街的金店应运而生 并成为当地最繁盛的产业之一 长达两公里的三平批发街中段 有一栋颇有气派的西式大楼 大楼底层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金铺 而金铺的主人陈才吉先生 正是在曼谷唐人街里 隐藏版的黄金大楼 哦 这是老板 老板 第四代华人陈才吉先生 这两个是女人的 这两个是第二代 第三代 我是四代 四代 Chanadown的第一家金铺 其实还有其他的店已经开始开 但是如果连到现在 只是它而已 一百一年它最长了 哦 有些开了关 开了关 只有这个从一开始一直开到现在 一百六十几年 对 二百六十几年 前人重述 后人乘凉 陈才吉先生的祖辈南下到曼谷唐人街 创业金铺生意 一代传一代 为后代奠定了金铺生意的基础 在唐人街屹立不倒地经营了一百多年 累积了巨大的财富和丰富的经商经验 也福音了子子孙孙 你看这边每一家都有在卖 有咖啡拜二哥峰 它是何方神圣啊 它是神还是人 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 发现了一家由唐人街第三代年轻人 Amy营业的咖啡馆 第一次参观唐人街老旧店屋的楼层 小小的房屋里承载一家人的生活 也展现了当地华人自力更生的力量 以为这是一间甜品店 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它里面会加入面条 其实主角不是甜品 我一天就会来越来越是否 我一天就会让你们走 现在就可以拿到地马到够了 那为什么呢 我一天就会参观 Nhì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